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最新画面 事发在8月19号 一架中共战斗机在马尼拉以西约350公尺处 多次在危险的近距离 向菲律宾军机发射热焰弹 所谓的热焰弹是用来转移红外线系统引导的飞弹 或是照亮一个区域 这是中非南海冲突以来最新事件 菲律宾批评中方做法危险 不负责任要求停止挑衅 在中方发射幼弹的同一天 中非海警船在仙兵礁附近海域发生碰撞 中国大陆舰船因此受损 双方冲突不止在这里 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引述中方的专家说法 指控菲律宾正在扩大南海中沙群岛 中叶岛上的军事设施 意图加快侵占中叶岛 让美国日本的船舰与战机 进入中叶岛范围 关于中非南海的争议 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中方的立场 对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机构 或者发表的具体报告 关于中方的立场 你可以查阅此前外交部记者会的记录 先前北京宣布 对于进入南海领空的菲律宾军机 采取了反制措施 中非南海争端 没有降文趋势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